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有这样回应哪些热点问题呢 答案一会就会揭晓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全国自贸试验区数量达到21个 要把监管纳入到纺制框架中 要加强安全体系建设 助劳啊 我国数字安全的屏障 全国两会首场新发布会结束了 我数了一下 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郭卫民回答了12个问题 涉及全国政协的工作 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对外开放 疫情防控等多个方面 整场发布会 郭卫民有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 今年这个春节假期 我们听到了亲友团聚的欢笑声 看到了热闹的烟火气 让我们齐心协力 共同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今天我们出发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 其实也从大街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中 从人们的笑脸上 近距离感受到了 中国经济蕴藏的活力和希望 相信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措施落地 中国经济春晚花开 值得期待